超古理論,天地鬼神,人間奇才 迪金尾帶你遊走,奇幻大世界 超論鬼才 好,回到第二節,繼續有我們發洋師傅 發洋師傅,我們第一節就說了眾生機 一些怎樣製作,或者有什麼功效 第二節就說了一些關於扶機的東西 師傅,相反問,扶機是什麼時候開始 又或者從哪裡開始流傳有這件事 扶機真的很久很久之前 相傳這麼說,廁所三姑 以前的人都會 都會請他出來 去扶機,即是開機的 會請他出來問事,占卜的一種 其實扶機是占卜術的一種 但在市坑裡扶? 當然不是在市坑,不是在廁所 不是在茅廁旁邊請他 是的,在茅廁旁請他 都會問事的 其實都是很耐歷史的 但當時他的問事 因為現在的扶機 經常都說在沙子裡 然後不知道鬼阿芙 然後旁邊的機童 就抄的意思是什麼 但我經常都看過 他的扶機畫出來的東西 根本有些基本上不是文字 我們不認識的文字 那機童怎麼知道他講什麼呢? 其實扶機 有些人叫扶聯 有些人叫扶聯 有正聯、富聯 有兩個暢生 有兩個陸生 叫做記錄生 一組人 用一個Y字的圖目尺 有些叫丁字 有些叫丁字尺 也有 在三百分之道西 一邊寫字 有兩個人唱 有兩個人唱 有兩個人去記錄 有兩個人? 應該正式來說 現在不是 一個人去扶 另外一個人去抄 也有一個在旁邊看 對 有一類是說 一個人在 一路在扶 另外的旁邊就講 另一邊的抄錄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模式 去做了扶機這件事出來的 哦 OK 那扶機 那他自己 是要不要是幾時 做什麼手續 或者是要 你一頓可能採套 需要這樣嗎 正常呢 通常是在廟裡做的 一定不會像小班 然後有扶機 當然不是 他裡面有一組儀式 當然有他們的形神儀式 即每間廟都不同 是的 有些女組機 他們的神會降下來 當然不是一定是女組的 可能是大神降下來 開了機 通常神會告訴他 他是誰降了機 是 降了下來 然後開機 就會發出一些訊息 出來給你聽 嗯 但多數是有人問問題 才回答 當然 但有些很簡單 如果有些事 可能他想告訴你 他都會降下來 都會開到的 都會開到的 當然 機手 會有感應 可能有些事 他都會去扶的 都會去扶的 因為扶機出來的 那是否一定 首先那兩位 一個是扶的 一個是抄的 一個是抄的 是不是都有要求的 是的 當然一定有要求 不是普通人 就可以走過去做的 哦 那要什麼 入室弟子剩什麼 通常一定是拜了師 哦 一定是弟子 嗯 還有他本身 即是機手本身 是 那師傅的音點 即師傅的音點 因為反過來 可能他看回 他有沒有這個 竅 竅門 看看他有沒有這個竅 如果他有這個竅 當然會好些 如果反過來 他沒有的時候 他根本完全看不明白 沙本裡面寫什麼 根本上你又沒有可能 所以其實他有沒有 跟神明 有沒有這個竅 會溝通到呢 都是一個因素 因為我就是覺得 沙本那個 大哥真是相信你 即是真是相信我 抄寫那個 是啊 抄寫那個 所以反正他抄錯字 看錯字 就已經是表達了兩回事 是啊 沒錯 所以這個才是我覺得奇 如果你要這樣抄寫 那是不是首先 你那個要入室弟子 兼且是 即是中文字比較好 好熟這些東西 是啊 然後要開機的時候 可能要齋戒木日三日 然後才可以做這件事 即是有沒有這些 比較苛刻的規條 才可以做到 那基本上 你說那個機首 那個機首 應該會嚴謹一點 因為他在傳遞神的意志 所以他的要求 是會比較嚴謹 至於抄寫機文那些 或者讀機文那些 就沒有那麼嚴謹 即是沒有當扶寫那個 那麼嚴謹 當然啦 他也是有他們的規條 你不可以犯戒 當然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扶出來的機文 他都是好像 一些詩 不會告訴你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答是還是不是 他不是這樣回答你 他會好像 打油絲那些 對啦 好像那些 黃大仙簽 那些 七字 寫一些一句句 出了一些意思給你 是這樣出 以前扶寄是這樣出 那些句子的 就不是說我做這宗生意好不好 他不是說好 還是不好 他不是這樣回答你的 如果你真的扶到這樣 就好像 未必是扶寄了 寫著英文 not ok 是的 這個我覺得也很有趣 還有這個 抄機那個 他怎樣 懂些字 其實他不 怎麼說 可能是一個神竅 他有一個神竅 所以他會 看得到 我們看不到的字 是啊 我就是看了看 看不明白 他一直可以 以前應該有一個讀的 一個抄的 那可能 讀那個怎樣 看得到他寫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 就真的是他們的竅 那我們都看不 我們都不明白 其實我們不會明白 那些機裡面寫著什麼 對 你會看到一個符號 是符號 但是他會知道他在寫著什麼 那個人可以跟神溝通到 這個東西 他有他的神竅 但是 後期這樣說 這個是比較 因為出了一些機文出來 大家可能的意思 都未必明白 理解未必一樣 是的 因為大家不是讀文言文 即是不是薄薄齋的那個年代 可能是一些字眼 那些他出的詩句 我們是未必明白的 所以 有些人說 效果不是那麼準 其實是否你誤解了這個意思呢 按照他扶了這一組的東西出來 應該大致上 是會有個意思的 所以應該要先查一查 而且應該是關於你品那件事 是的 後期了 後期了 就衍生了 可能 碟仙 的碟仙 為什麼會這樣衍生碟仙呢 簡單 其實反過來 扶機當然在大臣面前扶 沒錯 那碟仙的來由 都在扶機的簡單版 哦 基本上不用請神 是的 不用請神 其實應該正式來說 簡單版 他應該都要請神 你才為之是碟仙 是 若果你不去形神 不去做儀式來說 你只是 請鬼 是 所以後期 應該是 九零年 八零年九零年 那些時間 蠻蜂魔的 很多很多人走去玩 走去玩碟仙 什麼不仙 那些東西 是啊 去玩那些遊戲的 其實當然 不建議去玩這些 對 到現在你都不建議 因為其實 你是請了一個朋友 進一碟裡 然後你去問他問題 但當然 他是一個靈體 他聰明 只可以知道過去 不能知道未來 是 所以其實問你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扶基不同 扶基是說你可以問 因為你在問神的東西 他可以回答你 未來 你可以問他未來的東西 他可以回答你 但是如果那些碟仙 筆仙 銀仙 那些 只可以現在與過去 對 現在與過去 明天發生什麼事 他都回答你不到 還有 玩這些遊戲 很容易尖惹到靈體 對 因為你已經開了門 對 其實你請他來的 對 你請他來的 還有一個人的 運氣比較差的時候 就很容易 招惹到靈體 嗯 上身 或者跟著你 這樣 但你這個先瞭者賤 其實是 因為有些個案 處理過 都是這些 玩這些遊戲 當然 都是瘋瘋瘋瘋瘋 的人 走到 又目露空光 這樣 去問 問回事情 沒理由 去過什麼 做過什麼 當然你也要幫他 去解決這個問題 去趕走靈體 所以基本上 就算我們 我們都不會去玩這些遊戲 因為 你明知道請的 不是大臣 你請到大臣 你去玩 不是玩 如果你請到大臣 去開機 就不同 但你是請一個鬼去 去問問題 但問問題 你不會問他 開機也好 對不對 他都回答你 他回答不到你 所以 其實這些遊戲 是不好玩 一點都不好玩 還有你的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為刺激去玩 即是否真的 或者是有 還是沒有存在 去玩這個遊戲 但反過來 玩完之後 就怕了 開始 真的要送他走的時候 就比較困難了 你怎樣送他走 你請我來的 那麼多人的心念 都會請我來的 是你請我來 你現在叫我走 呼之則來揮之則 是否這麼容易呢 所以寧願建議 真的不要碰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個案 聽過也好 做過也好 見過也好 真的 他真的說 玩完這件事 有一個反效果 可不可以分享一個 關於玩這件事 而出現的問題 的個案 試過有個客人 有個客人 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就來求醫的 是 後來也挺瘋的 很簡單 又拉都拉不到進來 後來扯到他進來 之後也要做一費 一大班功夫 是 才做到 做完 做完之後 問回後 原來他玩過 和同學 和朋友 去玩過這件事 是 就是玩碟 是 之後就開始 不是很正常 又見到一些 奇怪的東西 異象 異象 見到很多人 今上那裡沒有人 很多人 就是很多 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他見到 開始 其實不是很久 就是 約摸是 事發 玩到他事發 跟手差不多上身 上身 上身嗎 後來 後來 是上身 已經 約摸是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很嚴重 後來 跟他清了磁場 跟他清了所有東西 OK 沒事的 但是 再說回 原來是因為 玩碟仙 玩碟仙的地方是沒有限制的 而且他們只會是夜晚玩 很少日光日白玩 但是他們不會只有夜晚才在那裡 是 但是反過來 你說 發力弱點 若果很簡單 當然 不會叫你們去印證 如果太陽猛猛的 你在公園 太陽光猛猛 你看他動不動 一定不會動的 他不動 因為太陽太曬 因為 反過來 陽火很重 如果 你去一些位置 比較陰的地方 或者 晚上 你就容易多 這些 朋友出入 他很容易 就會 很簡單 你來找 我就去 現證你們 他會覺得有份猜事 你當他猜 他會 可能他會覺得有份猜事 做完有東西吃 就是最基本上 就是這樣說 很簡單 你可以請的 就去做 但是做完之後 那你怎樣送走他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送 那你一二三 就把他丟掉 那一定會有個惡果 但是他們送走他 是有段話說的 其實 他不是說什麼就語 就是請他回宮 回宮 回宮就是有根 就是回到那個位置 然後就應該燒了一份東西 所以我們經常看 那些電影 就叫他回宮 是不是 他都不回 所以反過來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怎樣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 學過法律令計 那一個普通人 那你怎麼辦 所以是不是建議你去玩這些遊戲 就不要去玩這些遊戲 明白 那其實很多人 都曾經想過 不過我覺得現世代好像 好像少了 現在 現在是少了的 現在是少了 可能那些人 可能 有其他東西玩 是的 可能現在有什麼電玩 那些什麼 什麼都可以玩 現在不會玩這些 但是會有小撮人 都會對這些有興趣 當然 都會去講一講 千萬不要去嘗試這件事 沒錯 因為真的 出來容易 進去難 是的 請神容易 送神難 沒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就是 是的 如果他真的 如果上了身 霸佔了你身軀 或者趕了你的魂魄走 那反過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去招魂了 那只是招魂都不知道怎麼去招 就是怕這件事拖得太久 因為有些人是未必會說的 玩過這件事 沒有啊 沒有理由的 突然間這樣 其實 事出必有因 你沒有原因說出來 那些事情都做不到的 所以呢 玩完這件事 要好留心 是不是那些人 就說手指中指對著的 是呀沒錯 那是不是那些人也說 一縮的手 即是他未歸位 他一縮的手 就糟了 其實這個 有些人說過 這樣是不尊重 是 你縮手就很簡單 你請我來的時候 他這麼甜心 那你說不玩就不玩 即是你 即是你當什麼 玩完你就縮手了 這樣變成不尊重 那些人說你縮手 就已經得罪了 得罪了他 但當然他報不報復 那是一回事 那有些人就說 會反轉那些 又有滴血 那我相信 為什麼 有些人說 傳聞 都是說傳聞 是 他在說如果你 一縮手一反這碟 就看到會有滴血 那這個 不知道 他或者碟裡面會有滴血 當然 這些是不是叫做 坊間的傳言 是 但我也不相信這碟 會有一滴血 但是呢 我真的會相信 你會得罪了那個 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如果他還沒歸位 然後一二三 你就反轉那碟 其實是很不禮貌 如果玩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進行的朋友 當然我不是鼓勵 我不是鼓吹 我是不鼓吹的 最好是不要玩這件事 如果真的有些人 主要不信 扯去試 但是要跟著規矩去玩 真的要跟著規矩去玩 就不要說 半徒又縮手 又反轉那碟 你真的就很不尊重他 嗯 招了惡果回來 到時就有時間搞了 那其實這個 即是 碟仙這件事 其實跟VG Board 是不是差不多呢 即是通靈版 其實通靈版 都是這樣 又是有一個 好像鏡 那樣的東西 好像箭咀 然後ABCDEF YES 其實不一定要那張碟仙紙 其實你自己畫些東西可以 你想問的問題 你要畫一張紙 或者報紙可以 其實不在於那張紙 那張紙是一個 有一個解答問題的紙 最重要的是那張碟 還有你玩的那班人 有些人說 玩玩玩的時候 旁邊多了手 也有 是嗎 有些這樣的 傳聞說出來 多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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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應該不是在裡面嗎 其實這個空間 不是只有一個 因為請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請 一堆東西過來 即是你那些人很有 聽到有醜 就走了過來 是的 可能那班人 發力高強 就可以請到很多人回來 即是很簡單 可能有些人動了 其實都是陰的 你正在招陰 反正會影響到 你那班人的陽氣 所以反正有些 看到他 咦 你多了一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你聚集 很簡單 好像念經 聚集了一班朋友回來 就是那個問題 念經是 這樣說 幫他們說 現在你是玩蝶仙 是有求於他 是呀 你有求於他 但你完全沒有做數 你問完之後 就說 你回去吧 就說 等於我在街上 問先生 這裡怎麼去 可不可以告訴我 坐什麼車 坐什麼地鐵 因為你是不斷問問題 但那個問題是 先生可能在你路上遇到的 是啊 所以 還有一件事 你沒有什麼回報 可以給他 是 所以 他們會不會 騷擾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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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回一些好處 是不奇怪的 會不會 其實 如果 好像 發言師傅這樣說 可不可以先談好 再玩 沒有的 以我所知 玩蝶仙 有些人不會 例子 集齊幾個 有沒有興趣 即是 黃昏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玩 是 那又不會跟他說 我要給什麼 我相信 我心想 這個會方便一點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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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請他來 你才可以跟他交易 啊 是啊 那你請了他來 反過來 如果你跟他交易的問題 我又不接受 我又不接受 我又不只要交易 那你怎樣 但如果你還沒請他來 你不能交易 那是 雞鮮和蛋 才是道理 是啊 其實一般人 都不會去理會這個問題 只是嘗試 這件事 究竟真假 到真的時候 你又怕 你反而覺得他假 就會好些 假就笑一下 假的 都不行 或者不動 這樣不行 就好過得 如果怕有反效果 OK 因為我都覺得 反效果 都比較大 但好在現在 玩這些遊戲的人 好像 我感覺上 已經變少了 是啊 現在真的少了很多 但是 不代表沒有人玩 沒錯 因為我在網上 都看到有人去追問 有沒有這些紙買 哦 即是說 在哪裏買 碟仙紙 有些人回答 不需要 其實你寫 報紙也可以 報紙也可以 有尿文問題 因為自己有 報紙裏面的 字眼有尿文的問題 是咯 那它就自咬出來 沒錯 所以反正 我也建議大家 最好不要玩這件事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沒錯 但有時候 有些人說 除了疊仙之外 有疊仙之類 其實理論是一樣的 是啊 疊仙之類 總之是什麼 銀仙 那些 當然 可能 銀仙那些 就沒有疊仙 為什麼 因為 首先 一件事 你碟仙是開了所有東西 這麼多人誠心去聘請他們來 但是銀仙 就無需要這樣的動作 一個 對 銀仙是玩一個 是你自己的 但是碟仙 通常你碟仙不會一個人玩 對 通常是幾個人去玩 幾個人的念力去聘請那樣東西出來 還有你有了 工具 去放了它下去 但是銀仙沒有 對 所以形式上已經不同 所以你說 最厲害應該是 碟仙比較厲害 OK 都在這裏說 真的不是鼓吹 這件事 真是不應該 鬼神是應該敬而遠之 不是去接觸他們 去嘗試接觸 除非你有某些保護自己的功能 若果你沒有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去接觸 現在十分之不鼓勵玩這些東西 當然不鼓勵玩這些 有時候你聽我們在這裏說 我當 即是你聽故事聽一下 是 聽一下故事有沒有問題 那就去聽一下 因為玩完這些東西 去求助的個案是有的 就不會說他幫了你 只要他會玩完之後 可能你得到刺激 然後他會傷害到你 那你又要找師傅 去跟你解決這些問題 或者去做一大堆功夫 去解決這個問題 寧願不玩好過玩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集再聊 好 拜拜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至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各位支持